在加拿大,健保卡不能免费用在牙医诊所 有些大公司有福利,员工家属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看牙报销 但是没有牙医保险或者是新移民家庭如何免费看牙呢? 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安省政府的儿童免费牙科紧急护理 记者在约克区社区及健康服务部门获悉 安省政府及约克区政府为贫困家庭儿童提供的免费牙齿护理服务将会继续推行 安省政府专门为18岁以下的孩子 同时他们是需要紧急牙医治疗 而且家里没有办法支付牙医的费用的孩子所设计的 申请这项服务的条件包括 被政府注册牙医诊断出有紧急牙病的18岁以下人士 其家庭没有牙医服务保险 同时其家境不能负担牙齿护理服务 这是属于政府的免费项目 但是因为申请塞纳它是有一定的条件 如果您的孩子是符合申请塞纳条件的话 那么这才是免费的 首先您必须要打个电话给我们 跟我们预约时间 在约克区公共卫生所上班的 Registered Dental Hygienist 帮您的孩子检查过 而且告知您的孩子是需要紧急 需要接受紧急牙科治疗 约克区的申请者要先到定期开放的小学诊所 或以下三个地点之一接受牙医的诊断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详细资料的话 您可以打Health Connection的电话号码 它的电话号码是18003615653 或者是您可以上网到 孩子在学校会接受牙科筛查 发现有病牙需要处理的孩子 家长会接到一个通知单 这个单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 从健康上说 洗牙补牙等都是为了孩子好 从法律上说 学校发现您一直不领孩子看牙 可以起诉家长忽视 甚至虐待儿童 感谢观看